弟兄姊妹平安 判王而逃窜 他羞辱大卫 大卫这时候吩咐四百勇士 拿起刀 起来要修理拿巴 而拿巴的妻子 叫雅比盖听到了 他没有跟丈夫商量 他立刻带着食物带着羊 当做礼物送给大卫 并且伏伏在大卫面前 求大卫原谅饶恕 拿巴这个笨人 求主眷顾婢女的苦情 而他更劝大卫将来 上帝要高大卫做王的时候 想起这件事情 不要心里不安 大卫被说服了 他放下刀 平安地回去 而上帝刑罚拿巴 他吓都吓死了 后来雅比盖做了大卫的妻子 我们思想 我们是不是常常忘记 别人对我们的恩惠 而说不好听的话呢 而我们有没有智慧 来化解围巾呢 我们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感恩 学习智慧 化危机 成为祝福转机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